在北欧神话中,众神之父奥丁统治九界,巨大的世界树包含了世界万物,每个人的命运都被编织在《命运三女神兽》中,每个北欧战士都渴望去往女武神的英灵殿,他们向往死在敌人的剑下,而不是老死或病死在床上,在这片信仰着北欧神明的土地上,兽性与人性共武,强者用血与剑书写传奇。 故事发生在公元18世纪,赫拉西夫王国的皇子强子正在墙上等待自己凯旋的父皇,他的父亲是被称为赐还者的渡压战神,在北欧这片土地上是顶尖的战利之一,名声显赫,时常带着自己的部下烧杀辱掠,以此来强大自己的王国。 今天战神满载而归,无数战利匹与奴隶折服了王国里的每一个臣民。 接下来是庆祝时刻,群臣共同迎接国王归来,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乘分金银,国王送给儿子一个银环,这是从另一个王子脖子上拽下来的,代表着王国永恒的繁荣长盛,却不知道那个被抢走银环的王子,以及那个王国是否安在。 正在大家欢庆之时,国王的弟弟阿蒙突然闯了进来,相比于受人尊敬的国王,皇帝却是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无情者,以血腥杀戮为乐,人送外号残暴德。 众人庆祝着这次伟大的胜利,可国王却高兴不起来,虽然他依旧是那个战无不胜的度鸦战神,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老了,战力已经远不如当年,向来无伤打架的他,这次战斗也在对方三位殿下的围攻下受伤了,而且部位是尴尬的腹骨钩,国王知道是时候退了,让墙子来接替自己的位置。 好了,说完了,睡吧。就这样苦苦等候几个月的王后,并没有收获令人激动的亲密时刻,没几天,国王就带着儿子走进了神庙。 这是每个国王都要经历的仪式,房子里处立着巨大的奥丁雕像,先知早已等候多时,父子二人进去时赤身裸体,扮成狗的样子爬。 这可不是什么奇怪的cosplay,而是仪式的一部分,代表着他们不再是人,而是化身成为奥丁的两只战狼。 在这里,强子将喝下蜜蜂酒,成为吃蜂蜜的狼。 Beal Wolf,即拥有熊的力量与狼的绞节。 随后,国王向强子展示了自己的伤口,强子留下了人生中最后一滴软弱的泪。 他们这些拥有皇族血脉的人都有一个能力,就是能从血液中感受到家族的世界树,那里有家族所有的光荣与死亡。 在父亲的伤口中,强子看到了自己成为王的命运。 他立下誓言,要捍卫家族与王国的荣誉,仪式一直持续到了清晨。 老国王很满意儿子的表现,可就在他们打算离开时,一直冷箭,突然射中国王的肩膀。 随后一群骑士急驰而来,将国王团团围住。 老父亲赶紧让自己的儿子逃走,虽然他的战力依旧不凡,但架不住对方是骑兵啊。 在几人击马的合力压制下,老国王被拿下了。 随后这群叛军的首领从人群中走出,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国王的弟弟阿蒙。 他本是一个私生子,因为自己的身份问题一直得不到重视。 寄予王位多年,终于在今天爆发。 杀死老国王后,残暴的阿蒙根本不顾疏值情面,要将逃入森林的墙子赶尽杀绝。 血脉能力没有觉醒的墙子,只能仓皇逃走。 好不容易躲过了大部队的追击,却被一个小兵抓住。 他集中生智,一刀割掉了小兵的鼻子,成功逃走。 随后偷偷潜伏了回去,想要召集群臣反抗,却发现这里早就被阿蒙掀下手为强。 那些亲近王族的战士都被无情杀害,就连自己的王后母亲也被放肆地扛在肩上。 而那个被割掉鼻子的小兵,为了自己不被一怒杀之,只好谎称强子已死。 随后少年沉乱出海,发誓为父报仇,救回母亲,杀死阿蒙。 一环很多年过去了,兜兜转转,在欧洲的另一端,大约是现在的俄罗斯,强制加入了这里的狂战士组织。 狂战士,每个人都披着熊皮狼皮,以侵略他人,掠夺奴隶为生。 强子本来就拥有皇族血脉,加上时刻铭记杀父之仇,内心早已坚硬如铁。 他的成长速度比任何人都快,狂战士们在开战前,会用篝火仪式呼唤内心的野性,从而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 强子自小便经历了先知的仪式,血液里流淌着先祖之力。 再加上狂战士仪式的加持下,血脉之力进一步觉醒,他的战斗力也达凡人顶峰。 狂战士工程把债毫不费力,说是工程战,但根据那个时期欧洲的基本条件,一个王国里能动手的人根本就不多。 十几号二十号人就是持名当地的超级强国了。 所以说与其是工程战,不如说是村口精神小伙聚众斗儿,几十号人围殴几个守军,很快就拿下了村庄。 随后狂战士们就按照传统把女人与男人变成了奴隶,把孩子聚集起来烧死。 由于从小悲惨的经历,强子虽然不正义,但并不参与那些孽村之事。 他只关心自己的力量是否强大,其他一概不管。 但这天晚上,他仿佛感受到了什么? 只身一人来到了烧死儿童的房间,这里是一座庙宇,而一个女巫早已等候多时,他再次提醒了强子关于他的仇恨,并给出指引。 跟随狐狸之位,寻找失约之鉴,将你的仇人淹没在燃烧之湖,在那里会诞生一个女王。 这是一段极其重要的谶语,强子有些迫不及待了,他做梦都想着为父报仇。 经过这么多年的杀戮与训练,他的体内流淌着充沛的仇恨力量。 就在女巫提醒他后不久,命运之神的痕迹悄无声息地出现了。 这次捕获的一些奴隶,要送往阿蒙所在的冰岛,那个时候的冰岛基本上就是鸟不拉屎的荒蛮之地。 阿蒙之所以出现在那儿,是因为战败了,国土被抢,杀人者,人横杀之。 掠夺与杀戮是这片土地上的不变法则,你永远不知道明天醒来,是国王还是奴隶。 再次听到阿蒙的消息,强子兴奋不已,偷偷爬上了一艘运往冰岛的奴隶船。 人群中他见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鹰子掌握着大地女神的咒语,她也不是一个一辈子甘心当奴隶的人。 很快一行人被带到了目的地,阿蒙正在这里召集人手建设家乡,不然可能没办法熬过这个冬天。 由于身体强壮,强子成功地留了下来。 这么多年过去,不说阿蒙,哪怕是强子的母亲,都没认出自己的孩子。 强子马与阿蒙又生了一个儿子,阿蒙一共有两个王子,都是一副满满的贵族做派。 即使被人打得远离家乡来的荒野,却依旧保持着趾高气昂的样子。 在附近的山洞里住着一个巫师,他曾是王国先知的朋友。 老国王死后,阿蒙将先知的耳朵和舌头割掉,还把眼睛挖了出来。 但在巫师的帮助下,先知的头保留了下来,并得以通过意识存活。 他告诉强子,誓约之剑来自一群战争狂人山丘族。 他们以稀有的金属和异兽骨骼打造了这把剑,永远不会迟钝,但只有夜晚才能将剑拔出。 跟随先知的指引,强子来到山丘族人的墓穴,一个活石守护着宝剑,手无寸铁的他根本不是高大威猛的活石的对手。 险些死在这荒凉之地,但这活石有个缺点,那就是剑谱的月光。 强子利用这一点成功将之斩首。 可一转眼,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发生过。 强子还站在沉睡的干石面前,似乎这一切都是诡异的巫术。 他成功地拿到了趁雨中的誓约之剑,可那个所谓的燃烧之壶并没有出现。 于是他把剑藏了起来,以奴隶的身份继续留在这里,等待命运之日的到来。 随后的几天,强子见到了母亲,他为了自己的骨肉不被区别对待,装出一副真心侍奉阿蒙的模样,让强子十分心疼。 既然没到时间与阿蒙决斗,那至少现在可以做点什么。 于是从这天起,整个营地里多出了一个鬼魅的幽灵,没事就搞搞破坏,挑皮捣蛋。 直到某一天,阿蒙选了一批奴隶与另一个国王举行球棍比赛。 说是娱乐项目,其实就是拿着木棍护卧物,奴隶们用自己的性命取悦主人。 强子对比赛的胜利并不感冒,对所谓王国的荣耀更是嗤之以鼻,所以并没有出全力。 使得阿蒙这边接连失败,可没想到,小王子突然坐不住了,举着木棍冲进了球场。 这个运动与决斗一样,都是神圣的,踏入这里的场地,就不管你的身份。 对方最强壮的努力磨闪,早就杀红了双眼,随便一下打晕了小王子,眼看就要下死手。 隐藏高手强子,只好出漏锋芒,赤手空拳将他活活打死。 这一忠诚的行为引起了阿蒙的好感,他决定奖赏强子。 想恢复自由,自然是不可能的,他要把鹰子奖赏给强子。 二人之前本就情投一合,当晚就洞房花竹。 经过这次和谐的交合,强子也不再隐瞒自己的来意,一起商量着如何干掉阿蒙,然后离开这里。 央子信仰大帝之母,知道不少关于植物的信息,这可帮了强子不少的忙。 之前他捣乱都是拔一拔农作物,或者在锅里撒泡尿,可以说非常的漏,这一次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了。 趁着夜色,强子杀死了两个士兵,并把肢体摆成邪灵入侵的样子。 阿蒙的女巫过来查看,发现伤口根本不是一般武器能做出来的,于是他们要举行一次驱魔仪式。 有一个天赋技能,叫狼嚎,可以召唤荒原狼,同时让狗狂躁起来。 阿蒙的狗狗诡异的攻击了自己的主人,驱魔仪式被迫终止,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人们走出来才发现,外面的守卫已经被吊起来开膛破肚了,流言在王国中蔓延,那个时期的人没办法不相信迷信。 又过了一天晚上,鹰子偷偷给肉汤里放了毒蘑菇,守军们在幻觉中死在了自己的剑下,看来时机已经差不多了, 强子拿着剑潜入阿蒙的房间,却只见到了自己的母亲。他向母亲表明了身份,可和强子设想的不同,王后并没有温柔地与儿子拥抱,而是告诉了他一个残忍的事实。 王后与阿蒙才是人意相爱,他与老国王根本没有感情,原来王后当年也是被老国王抢来的,并且强暴了他生下儿子。 老国王才是最残暴,最血腥的那个,甚至阿蒙的造反,以及对强子的赶尽杀绝,都是王后跪在阿蒙面前,恳求他这么做的。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强子险些崩溃,支撑他多年的信仰如今碎成渣子,但他又不能杀死自己的母亲,只能在崩溃大哭后顺手杀死了阿蒙的大儿,并弯走了他的心脏。 第二天阿蒙在悲痛中悼念自己的儿子,他仍旧以为是邪灵作祟,直到王后告知了他一切,警觉着王后意识到奴隶里一定有人与强子一同作案,很快鹰子就被揪了出来,眼看他就要死在阿蒙刀下,强子再次出现,用大王子的心脏来交换鹰子的性命。 按理来说他只要藏起来,等待命运之日就好,可如今却为了心爱之人,重归虎绝,敌人恭候多时,而且白天他不能拔出宝剑,双拳难敌四手,强子很快就被抓住,被绑起来逼问大王子心脏的下落,还好鹰子及时逃走,并趁着大王子的葬礼,把强子救了出来。 二人在一处温泉沐浴一更衣,宁静下来的强子突然迷茫了,既然仇恨已经消失不见,那他该何去何从? 鹰子给他指明了道路,我们远走高飞,强子答应了,他只需要一个可以维持生命的理由,曾经是复仇,现在应该就是面前的女人了。 二人乘上了远走其他大陆的船,可就在接吻时,强子触摸了鹰子的伤口,从鹰子的血液中,他感受到了自己血脉的存在,那是他的后代,王族的后代。 这一刻强子才意识到,命运之环根本无法避免,阿蒙一定会发出悬赏令,如此逃走,孩子只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为了孩子的未来,他必须回去。 在热泪中吻别爱人,跳船前回部落,与杀父仇人做最后的了断,趁着夜色的宝库,宝剑出窍,轻松干掉了左右手军,并且释放了被关押的奴隶。 阿蒙知道强子不会善罢干净,便把王后和二王子一起藏了起来,他知道强子不会伤害女人和孩子,却没想到,刚烈的二人见到强子后,竟然选择主动出击。 他的反击刺出了生猛的胸膛,又割断了弟弟的喉咙,姗姗来迟的阿蒙绝望的看着一地狼藉,悲痛的收敛亲人的尸骸后,反倒平静下来。 他与强子约战地狱之门,两个王子决战之地正是冰岛的火山口,女巫所说的燃烧之虎,天时弟弟人和,强子知道是时候该完成自己的命运了。 二人拖着赤神裸体,只留下剑与盾,像是两个只保留了武器的野兽,终于拖下了人类的外衣,一个是伤害累累的复仇者,一个是年迈沉稳的君王,脚下是赤红如血的岩浆,二人你来我往,炸干了骨头里的每一份力量。 在奥丁主持的霹雳天火中,一步一步奔向自己的最终命运,那是通向瓦尔哈拉英灵殿的阶梯,在那里超度英灵的女武神瓦尔基里,紧紧的握住缰绳,用蜜酒和亲吻迎接战时的死亡,一切仇恨,一切命运,皆在此终结。 这块的意思就是顿倒了,俩人都死了,同归于尽,我们不难发现,北欧神话故事具有一些咱们理解不了的精神,热衷战斗,无惧死亡,劫里野蛮,先祖成败等等的, 这符合其恶劣的地域环境对于文化的塑造,不能从事农业,进而无法衍生出系统的农耕文明,居无定所的游牧不落生活,又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不稳定,所以极易出现上下反复和同胞相残的情况,进而在不断的内讧中维持旺盛的战斗欲望,这是一种群体混乱无序的精神状态。